幸福人生的终极秘诀是什么 五千年的浩瀚历史中 能够洞悉其中傲义的人屈指可数 春秋时期的范礼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知道春天生发冬天消发 人有圣率俘获相应 懂得进退知晓俘获 东西生死 这才称得上是贤人 公元前473年 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背后 暗流汹涌 宴席的主角是越国的君主沟建 这一年 越国的军队攻占了吴国 沟建成为新的霸主 范礼和文种是宴席的重要配角 沟建能够称霸 离不开他们二人的辅佐 沟建曾在吴国做了三年人质 这期间 范礼跟在沟建身边受尽虚弱 文种留守越国 一面鼓励女子养残 本期是有所据的 在沟建时宴 吴国务的血量 与不许打荟建 是有所欧油的 骗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静,梁弓藏,这是范里留给后世的真言。 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戴王冠的头是不能安眠与珍惜的。 君王的困境是人性的弱点,与勾剑出生入死多年,范里了解勾剑的关系。 春秋争霸到了五岳之争已接近尾声,但精彩程度却丝毫未见。 武王夫差和岳王勾剑有深仇大恨,勾剑杀了夫差的父亲,夫差一心一意准备出仇。 林国的威蝎剑让勾剑寝室难安,勾剑决定先发制人,对吴国挑起了战争。 夫差率领吴国精锐部队反击,岳军全线溃败,最终困手快击山。 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范里建议大夫文种前去议和,文种想尽方法贿赂吴国全臣,辅差留下了勾剑的性命。 在吴国做人质的十余年,勾剑甘愿做夫差的马夫,公顺而卑微,夫差逐渐消除了戒心。 这样的人,可与之共还难,但绝不可与他同安乐。 危险的境地他才需要你,安全的时候,你对他来说,一无是处。 现在,你若还不离开,日后,他必将加害于你。 在洞悉人性方面,文种显然不及范里。 他收到范里的书信后,还是选择了留下,他想要继续辅佐勾剑。 不久,有人向勾剑密报,文种要谋反。 勾剑刑赐给了文种一把宝剑,文种被迫自杀。 早就离开越国的范里,则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 他来到齐国,给自己起了一个奇怪的新名字。 吃以紫皮。 范里有经商的天赋,他一边耕田种地,一边做起海产品贸易。 很快,富商吃以紫皮,声名却起。 齐国重视商业,商人的地位很高。 范里被齐王邀请,一度担任齐国相邦。 实际记载,范里后时转悟,逐十一之礼。 称赞范里审时已不止一次把自己的财富分给贫困之人。 他是有史记载最早的慈善家。 晚年的范里定居在山东桃丘,成为远近闻名的桃珠宫。 史书记载,范里和文种都是楚国人。 据说,范里因特立独行被大家看作疯子, 只有文种愿意与其结交。 两人来到越国,一起辅佐勾建。 曾经的好友,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一个执念,一个舍得, 终究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